大家好 我是小哈 今天呢我要帶來食物的升級吃法 帶哪種食物的升級吃法呢 就是肉包 再來呢就是準備湯 是準備可以那種即時沖泡的那種湯包 那這個就是我在全家購買的 日本全家海苔味噌湯 那如果自己在家裡已經有準備好湯品也是ok的 現在我就要先把肉包放下去煎 然後煎到兩面都是有點金黃色 這樣可以嗎 熱了嗎 這邊包子已經煎好了 接下來呢我就是要加入準備好的那個湯包放進去 現在我們就把它加熱水進去囉 這邊已經完成啦 重點是呢 這種湯肉包的味道如何 這好好吃超巨大的那種餃子喔 但是包子皮比較厚啊 它那個皮會吸滿湯汁 所以你的湯是什麼味道 包子皮就是什麼味道 因為我有煎過 所以沒被煎到的包子 它吃起來就是那種軟爛爛爛的 如果你今天包子吃你了 可以換牛風格耶 以我的評價 我不會說很好吃那種感覺 如果你今天是不喜歡軟爛口感的人啊 我會不推薦喔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訂閱我的頻道跟粉絲按讚 掰掰 掰掰 拜拜